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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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龍長很多人在討論說 美國要降息了嗎 那麼有沒有比定存好 而且又比較相對穩定的 投資產品 包括很多人都推美債ETF 覺得投資個10年20年 都不用擔心賠錢真的嗎 這句話對一半 第一個 對一半 存定存當然不對 因為存定存現在跟 過馬路不讓行人一樣 那基金違法的事情 因為那個利率太低 但是不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在存所有的 美債的高股息ETF來講 應該說如果說你是 單純是要利息 我去存高股息 譬如說什麼878 919 我存他就可以了 為什麼現在大家 會對於美債會比較感興趣 是因為美債 他等於是右手 可以讓我們領得到 比電存利率高 大概3到5倍的利息之外 他的左手是因為在賺價差 因為等於是說 在降息的過程中 你的本金 譬如說你把100萬領出來 你去買來講 你的本金是渴望 在一個降息的過程中 可以累積他的資本的利得 所以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合理的選擇 再來就是各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整個的降息的過程中 倒也不用擔心是說 譬如說他會被 有沒有可能譬如說 他這邊突然降息 降息之後來講 隔一個月又升息 隔一個月又降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這個金融史來講 在最近這 將近30年的過程中 聯準會他在制定利率政策來講 他會有一個所謂的前瞻性 就等於他的一個降息 升息 他不會那種忽升忽降 因此來講的話 我相信這個會是一段時間點 但是真的是要把它投資到 10到20年嗎 你回憶一下 在2022年的時候來講 在升息的過程中 你的本金是不是大幅度的減損 所以記得這種的投資的行為 轉到美債EDF是對的 但是他的時間我不建議各位 把他想說 我真的可以擺到10到20年 等到整個的降息 已經逐漸告一的段落 到停止降息 然後開始有升息的動作